大家收看影片之餘 记得帮忙订阅我们的频道 多谢 多谢 首先,潜力银行仓将会加入 本季中第一匹的新银行码 它就是浪漫组合 现时还是三岁的它 尼克是三班底起步 估计至少都可以交到两场滑意上头马 母线只折场力十足 不但普遍可以在一里以上赢马 甚至可以跑到跳篮赛 对于浪漫组合的路程选择 可为非常感胆胜 今次有三匹潜力马出赛 第一匹是黄龙司令 上星期已经预告雷神接手舍杂 并且锁定今场为出击目标 先看涉及 主要我们看到匹马出习反应迅速 状态不差 大家都算出得几齐 没有匹马特别慢 看前面 天赤宝就快点 贴蓝扣女 他那只锤鱼石马防另外一匹 黄龙司令是第二的 上季黄龙司令 亦有在国际赛前一星期田草出赛 当时评分是57分 在四班顶跑泥地千八米输了 被劍聂峰而押到之后 适赢马的加州名进和男装瑞宝 涉格一年 猜不到黄龙司令评分已经减到落38分 可以落到五班跑 上次用国能成为半冷门 可惜组断因为不够其他马快 令他留守在旧预期后的位置 不过当日场地偏慢 加上步速又慢 国能选择弯违法力想先出头的做法 其实是出色 但为何前段步速那么慢 他先行走也只能跑过第三机 第二位就是睡眠攻略 第三位黄铺必胜 再看到第四位 一直在外面 就在黄龙司令上去 再在外面掩抖的马 辉煌巨星火天大佑 智利共商不见了在后面 入征最后直佬 前面偷出的马 在前面中膳即幅 外面黄龙司令大阪大阪杀下去 燕仔啊燕仔 你错了 国能无大阪杀下去 还收到左手蝶 再看到外面位置 还有辉煌巨星 中档还有黄铺必胜 坐一边追上来甜酒杯 最后百多米 外面甜酒杯 粉粉箱上来 压住里面辉煌巨星 去到最后被人过头 才转边那算怎算 跑第二名辉煌巨星 第三名黄龙司令 第四名是黄铺必胜 这次随雨石出动到女神 当然想赢 今季是五班赛骑 练合作五次三胜一位 似乎令大家非常安心 不过虽然左手钢没得骑黄龙司令 但他今次匹在骑上抱福满上次跑草地 都是同样出右手边而未尽全力 加上今次是跑昔日最首本的泥地赛 看怕国能都想向石哥证明一下实力 不过他就要想想怎样处理那十四档了 第二匹出赛的是神进马车 这匹马贵初一出即胜 所做出的时间1分8秒67更是非常出色 当日和在四班赢马的共挫 缤分都只是做出1分9秒41 而跑入第二三名的龙钻飞煌 和北极光再出齐齐顺利保重 水准够高 不过赛后匹马休息了 所接近半个月先复操 复操后无奈又缺货5天 暂时未知健康有无出现问题 据报上次赛后 由前腿有一处小割伤 其余就未有找到任何伤患资料 赛前试了货谷杂 出杂迅速 最后点到迹指第二 手势吸引 如非健康出现问题 相信今场会继续加出表现 而腾飞踏排外档和腹顶磅下 神进马车不见得吃底 至于同场其他新马质 稍后再作研究 第三匹出赛的 是苏伟严马防匹突省 突省季初一出 即成后星班完全不够跑 不过经过跑三场之后 上次终于开始减分 现时距离落四班只差两分 相信如果今场输远一点 下次说不定可以在四班见面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散不得翻唱或使用